在威俄的大雄宝殿当中 有一个少年对着佛陀敬香祷告 他把三柱香插入了香炉 他说 愿佛祖保佑我 苛举得众 加官敬捷 报国还乡 说完了又跪拜了好几次 佛祖看着少年笑而不语 灯旁的阿难尊者问道 佛祖这个少年十分的虔诚 他发得又认怨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佛祖微微一笑 缓缓地说道 他还插了一柱香 插了一柱香 阿难尊者看看香炉中三柱檀香 百分之不解 转眼过了十年 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俊朗青年 他头鼻从容 成为了一名武将 立下赫赫战功 这次回乡特来看喜事 青年人燃起三柱檀香 祷告说 愿佛祖保佑下官 结恋因缘 妻子贤惠 夫夫和睦 阿难尊者见到这一幕 感慨良 回头看得佛祖依然笑而不答 说道 佛祖你又为何不应对他 佛祖笑道 还是插着一柱香 转眼又过了十年 青年人步入祖宗 他再次走入了大雄宝殿 由于受到妻子家族的牵连 昔日的将军 这时已经被贬到地方的小魏 忧郁不得志 他竞相磕头 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发愤读书 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 阿难尊者看看他 又看看笑而不语的佛祖 心中叹道 哎 可能还是插了一柱香 又过了十年 曾经的中年人步入了老年 此时他结归前 安聚相也 已经没有从前的那些欲望和誓愿了 老年人像从前一样 燃起三柱檀香叩拜道 佛祖啊 之前我来许愿 您从来没有满足过我 但是这一次 却请您勿务能够成全我的孝心 想当年 我父亲造王 家中老母 苦扶养我 长大成人 如今高堂 年事已高 希望他老人家 生安无事 舍此则无所求了 阿难尊者 非常的善良随喜 扭头看一看佛祖 这时候 他看见佛祖 面露笑容 微微点 说 好 那就如你所愿 老年人走出寺庙 还没有回到家 许愿已经远远传来 他的两个儿子 竟然同时高中 朝廷文武状元 并且朝廷还搬下诏书 洗刷了他的冤屈 让他官夫元位 再生三级啊 然而在这一次 他决定从此留在家里 照顾年迈的母亲 至于大雄宝殿中 为母亲祈祷的那一柱香 当然再也没有间断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缺的是一柱孝道之香啊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人随着欲望而贪求 要了还要 多了还要多 我们要心存善念 少和别人去攀比 要多孝顺 多慈悲 你才会和菩萨感应 所以学博人 以孝心为上啊 佛陀 我们看到了 世事无常 我们人只有心中 没有杂念 你的心情才会清净 心情清净了 才会修心 修心之人 才不会污染你的善心 佛教导我们 当人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面对它 承受它 解决它 然后放下它 叫展开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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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